合肥将发放给留肥人员每人红包1000元 直播生活老干的说 合肥市发布2022年春节期间 闻岗留工专项行动计划 其中提到了1月26号到2月9号期间留在合肥工作的 且在合肥缴纳社保的非安徽籍户籍员工 将获得1000元的红包 位在合肥缴纳社保的外省务工人员 劳务派遣人员鼓励用工单位春节期间给予一定的关爱补助